你好 师傅我想问一下84年属老鼠的女的 我想问一下她的那个看家复刻 84年的老鼠啊 对 复刻很不好哎 我告诉你啊 主要她这个有淤血啊 在肚子里啊 生孩子的时候啊有淤血啊听得懂吗 哦能听得懂 你要叫她 你要叫她第一要多多多的喝水 哦 第二你要叫她多多的运动 哦 好吧 好的 第三你要叫她念这个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嗯那听证写什么就是自己名字的化解冤结是吧 对啊 78章有 78章哦好的那膀胱呢 我看一下啊 不好 右半边膀胱 骨头啊 右半边膀胱 骨头有点有点突出啊 就是有点齐形啊 嗯 你要叫她 她可能的腰啊有问题啊 所以影响她的膀胱啊 嗯对就是腰酸 腰酸 然后影响到膀胱呢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你叫她做姿要做得好 善啊 做啊都要都要知识要当心 然后呢身上有一个好像过世的姐妹 一个女儿老趴在她身上 嗯 是流产的孩子吗 我看看啊 不像 她妈妈有没有流产的孩子啊 哦 妈妈有流产孩子的 那就是她 她的姐姐 不知道妹妹那个样子 嗯 跟她慢接近的 嗯 那要几张小房子啊 看看 看到了 很麻烦 哦 还弄她的颈椎 还弄她的腰 哎呦 哎对对对 哎呦 是的不舒服 她的颈椎很不舒服的 哎呦 哎呦 嗯 对的对的 很麻烦 镶嵌 她就躲在她的颈椎里边 赶快给她念掉 很可怕的 就像一个 就像一个小娃娃一样的 躲在她的颈椎上面 需要几张小房子 我看看 69啊 69 69张对吧 69 69 嗯 嗯 嗯 好的 嗯 师傅你看一下 她这现在业障是多少了 现在 几几年数什么 84年数老鼠的 84年的老鼠 84年的老鼠 啊 业障倒不多呀 24啊 嗯 24啊 谢谢师傅 业障不多 嗯 就是这个灵性啊 嗯 嗯 像一个壁虎一样的 嗯 这个灵性像个壁虎一样的 师傅看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嗯 哦对啊 哎呦 哎呦 之前家里好像是就是说不小心就是压到一个壁虎 是的是的 哎呦 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关窗的时候正好一个壁虎躲在里面好像是弄伤了一个壁虎 对对对对对对 哎呦 你看 他跑到他身上来了 要命了 哦就是要那个69张是吧 对啊对啊对啊 他是他本来也是一个灵性啊 一个灵性啊 哎呦 啊 哦 就是看到那个小孩有关系吗 有啊有啊有关系啊 就是他是吧 对啊 他现在 其实这个壁虎死掉之后他就可以投小孩啊 但是在没投小孩之前 他就可以在他身上啊 嗯 哦对对对 家里之前是压死一个压死一个壁虎 蛮大的 不小啊 这个壁虎不是很小的 啊 对的对的 哎呦 哦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师傅你看得太短了 帮你找到毛毛病了就好了 嗯 对的 好吧 啊 师傅你麻烦你再看一个58年属狗的 他的那个淋巴就是头顶这边有没有问题 58年属狗的 58年属狗的 啊 也有也有毛病 嗯 58年属狗的也有毛病 嗯 嗯 我看看啊 嗯 好的 谢谢师傅 嗯 嗯 嗯 啊 你给他 你给他大概要念 要念36章 36章 给那个脖子要经者对吧 对 给他要经者就可以了 哦 好的 那师傅那你麻烦你再看一下他的复刻 他几几年属什么的 58年属狗的 58年属狗的 58年是吧 嗯 58年属狗 哦 他现在尿瓶尿急啊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他现在这个右面呢 右面子宫这个地方啊 有点小问题啊 嗯 嗯 对 我告诉你啊 你要叫他要第一保持干净 第二要叫他自己要多念 一点往生咒啊 有很多小的小的灵性在那里啊 嗯 嗯 对 师傅之前也叫他多念往生咒 是的 对啊 你要叫他多念呢 他这个过去吃了那些活的东西 现在全堵在他那里了 哦 读在复课那边是吧 对对对 那往生咒大概需要多少 还配合多少小房子 哎呦 往生咒厉害了 往生咒叫他 麻烦你 他念两万遍呢 哈哈 往生咒两万遍是吧 嗯 啊 好的好的 好吧 啊 麻烦师傅看一下58年属狗 他现在业障多少 哎 大概不多 二十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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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所以从这个 今天这个看诸臣就告诉你们 业障不一定高 是因为你们一直在修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但是呢 他在业障不高 是一直在修 但是你们过去的业 或者新造的业 他不会去除的 他一定会马上给你献报 听得懂了吗